那你的車來了 欸我車 哇哇哇哇哇哇哇 沒買PLED的你就會說 但是他這不是PLED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買PLED 嗨大家我是豹子腿方潮友 我們現在人在美國 我前天才剛從紐約回來到洛杉磯 那我們今天計劃要到拉斯維加斯去 但是我們今天的夥伴更換了 請假 請假 Ian IG來 H-A-N-D-O-918 Ian的IG我們把它秀上去 大家先去追蹤他 之後我們這一趟旅程的另外一個夥伴 新增的夥伴胡老闆 胡老闆有IG嗎 Master BOSS WHO 好胡老闆 胡老闆找人 我們今天最主要的主題就是 我們要體驗胡老闆的Model 3 使用他的全自動駕駛模式 嚴格上來說 會不會把它命名為 輔助全自動駕駛 避免大家去搞混說 他並不是完完全全的 Level 5的等級 手還是要載 只是說他可以幫你變換車道 但是你人還是要載 我的軟體是可以在普通路上 左轉右轉 然後自動跑來跑去 簡單講就是個有錢人 那他選的最高階啦 就是這樣子啦 那我們今天要開這台車到 拉斯維加斯去 之後我們到拉斯維加斯去 還會拍攝鄧凱威的比賽 鄧凱威的專訪 一人要去玩狗了 對面有一隻狼犬 超級可愛 我們這幾天的旅程 就是這台Model 3陪著我們 那我們也體驗一下他的 輔助全自動駕駛 你別忘記從Vegas回來是你自己台哦 這次的旅程 胡老闆會先行一天先回洛杉磯 因為他有公務在身 我都已經不知道多久沒有用開車去Vegas 四個小時 他本來跟我講說我們坐飛機去就好 但是我不敢坐 四個小時還好 如果今天八個小時的話 我可能我就坐飛機了 所以你舊金山之後怎麼去 舊金山開車啊 那就是八個鐘頭啊 Yeah 舊金山開車要多久 差不多六個小時啦 不停了齁 哇 後面再說了 你看這隻狼牆好可愛 他可以摸的 咬下去 咬下去沒有關係 他很好摸 他那個眼神這樣 你要多喝水 這幾天很熱耶 你知不知道 聽說Vegas很熱耶 會變得跟這邊差不多 但就剛好我們在的這段時間 天選之人啦 難問不多帶點雨來 我上一趟來帶了超多雨 洛杉磯需要雨 OK 好那我們就出發吧 胡老闆他的YouTube頻道 大家把他訂閱起來 隨便看 不可以隨便看要用心看 好我們出發吧 調成中文啦 哦對啦 這很重要 有幾個東西你要注意到的是 因為我們今天是長途的關係 所以呢 去哪裡 你一定 切記 要把你要去的地方的地址打進去 因為我們是電車 你要告訴系統說 從A到B中間距離多少 他會幫你評估說 哪裡充電 需要充多久 他規劃是準的 基本上是蠻準的 因為他是當場 當下的數據在做評算 那特斯拉的算法不一樣 是比方說他會把上坡下坡 還有天氣風向 還有你開冷氣啊 你的開車模式等等全部都在他的演算法裡頭 哦這麼厲害 你會發現到說他上坡的時候呢 他用電比較多 那下坡的時候呢 常常因為他是動力回充的關係 所以他反而用不太多點 所以你如果來回 你會發現到他的平均 是跟他差不多的 你如果只看一層的話 他就是一個算法 但是你如果把回程算進來的話 他會再把它平均進去 那現在呢 動力回收是在最高 所以當踏板模式 新的特斯拉 據我記得 他好像又加回去 早期的是有兩個踏板模式 有一段時間他變得只有標準 不讓你挑第一 現在好像又加回來 這個東西 你如果真的買車的話 你就知道 那再來另外一個東西 我們還要做的是 我們幫你連接你的藍芽 因為特斯拉沒有 Apple CarPlay 跟Android Auto 哦 如果要音樂啊什麼沒的話 就是一定要確定藍芽 起步很簡單 沒有什麼引擎啊 或開車 你就直接打桿就走 煞車踩著 打就可以走了 對 煞車放的 哦 現在是單踏板模式 單踏板模式 你可以感受一下 我是已經習慣了 如果開這台車 開4個小時 到拉斯維亞時 是輕鬆嗎 呃 比沒有輔助駕駛的車輕鬆 對 這樣講的話 沒錯 但這個因人而異 不是車好輕哦 哦 還有 在特斯拉的4款車子裡頭 操控性最好的 應該就是Model 3的Performance S的Fly直線加速好 但是操控性 因為它長嘛 而且比較壯 所以為什麼當初最早是Model 3 先拿到 散道模式 TRACKMODE TRACKMODE在Model Y上頭也是 後來大家 車友一直跟Elon要求 後來他們才加進去 但當初是Model 3 他還會提醒你說綠燈哦 對 在台灣也會嗎 台灣我不清楚 好厲害哦 它其實有很多東西 我說實在話是 真的是開了用了以後 你才會意識到說 很方便 依我個人經驗 剛買車的第一個禮拜 我一直問我說 為什麼傳統汽車不這樣做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不難 傳統汽車也有 耗子辨識啊 為什麼它不能辨識綠燈 然後給你一個提醒 這個就是 傳統車廠有它的堅持 通常第一時間是警察 會出來 那警察會看狀況 才會去判斷說 是不是需要小綁隊來處理 但多數呢 在高速公路上 是警察 那美國的高速公路警察 跟普通城市警察又不一樣 加州的高速公路 有我們講CHP 叫California Highway Patrol 它是專門管高速公路 專門管高速公路 為什麼高速公路 上面還那麼多雜物 人有限 也不是每個東西它都會來處理 其實我有發現 美國高速公路真的是比較髒亂一些 用的頻繁 東西相對就會多 通常在路上還好 就是可能路不是很便宜 這個60號公路尤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貨車很低 久了就會把路壓壞 它都沒有在做一些微速 有 有 但是 來不及 限時趕不上 所以我現在可以設定 輔助嗎 按兩下 這樣子就開始了 我們先盡量讓它少換到 免得一直嚇到你 基本你買特斯拉車子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 跟它購買FSD 輔助全自動駕駛 或者是NOA的部分的話 它就只有基本的車道維持 那它純粹就只是幫你控訴 然後維持在一個車道路 也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那你如果有加購的話 那它就會多 其他的功能 比方多在高速公路上 自動換道 自動下降樓道 自動換高速公路 那我的是再進一步 目前台灣還沒有的 我們的測試軟體就是 在平時的道路也可以 行紅綠燈更換車道 就幾乎它都可以幫你完成 只是說我們手必居在方向門上 對 就是你還是要注意 嚴格上來說 它可以從A點到B點 更直接的說 因為我們導航也設定 那我們可以直接就這樣子讓它 可以 但是我們還是得注意 要注意 美國高速公路限速是65 現在目前它最高到65 但是通常會開超過65 你要怎麼樣改變這個數字呢 你就把這個滾輪往上 它就會開始改變它的最高速度 美國是跟著車流一起走 對 每一個州不一樣 加州的話 基本上你跟著車流走 警察不會比你 但是有些別的州你超過1 它都會抓你 所以這一點你要特別注意 不是每一個地方 它都是這樣 真的實際上Vegas路上的時候 我們會逼近90 甚至100 100是160公里 對 因為你現在是在輔助自動駕駛裡頭 有一個東西你要記得是 第一個 你如果踩了煞車 它就會解除 如果過度的動方向盤 它也會解除 你看它現在真的自動換到了 對 就自動換到了 因為它覺得前面太慢 剛開始使用這個軟體的時候 會需要一段時間 你要告訴自己說 你要信任它 因為你不知道它會怎麼樣 要懂它的邏輯 到達某一個信任度 就會比較覺得安心 常常可能聽到一些媒體報什麼 有些什麼開速 出動駕的出車 或講實在話 我個人覺得 多數都是爛用系統 它只是輔助的 它不是完全要全自動 所以為什麼剛剛我們出發前 我一再強調 它不是自動駕駛 它是輔助自動駕 如果要跟大家 不管是拍影片 應該好 或是怎麼講話 我覺得這兩個是必須的 美國呢 據我了解 行車安全的數據是 通常撞車 你的安全帶 98%有效 剩下的2%安全性能 你如果沒有這個 只有安全性能 對不起 你只有2% 對它是很重要的 真的要呼籲大家 不要去買那種插銷 在騙汽車 每次上車 拖安全帶 就是2秒鐘的事情而已 它可能會幫助你不要違背自己 很多人會覺得後座不需要幫 完全錯誤的觀點 後座也要 現在換了高速公路 通常在這種交流道 它速度會這樣慢 這個時候呢 你覺得它太慢 你就再把它往上調 它就要慢慢回向你 所以它是全自動的 去幫我們做這些操控 輔助 我還是強調 輔助 雖然說它在某些情況 你只要手在上頭 它可以達到 但你要記得在開車的時候 還是有一個東西 我們沒辦法控制 其他的駕駛 它會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就像剛剛一個突然一下 它想插進來 全球的車廠 要做到完全的 全自動駕駛 你就要讓每一台車子 都有這樣的和系統 車跟車之間會溝通 那是不是才有可能 去完成全自動駕駛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如果要車與車溝通 還太牽強 因為這個東西有點複雜 是人的反應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可能前面快撞到 有些人會往左閃 有些人會往右閃 有些人會急踩煞車 電腦的判斷是 它用大數據去決定說 在這個當下情況 它是最安全的 或者是 事故傷亡是最低的百分比 它會去用這個來做判斷 因為它不可能像人一樣 是靠經驗 它的經驗是大數據庫 但是大數據庫是死的 因為油也是百分比 那數據一定是用最低 就最安全的方法 來做事件處理 給一個車子 跟自己溝通 或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 反正在未來 真的可以這樣做到的話 當然是最好 邏輯上 如果全部的車子 都有這一種系統 大家也都 交給電腦去做判斷 那車子跟車子之間的溝通 才比較有辦法 不效的去做主力 但那個可能 那很久 那要很久 像這一套系統在台灣如果要做的話 我覺得台灣有一個很大問題 是摩托車真的比較多 它這套系統如果要做到完整 真的要很久 因為每個國家的法規不同 相對來說 系統的寫法也會不一樣 那再下來當然是希望它是 越來越多國家開放 讓大家去 不管是測試也好 或是怎麼樣 但重點還是希望大家不要濫用 一個老鼠食怪的一鍋種的概念 常常大家都不會去注意到好的部分 對 我的習慣是 我其實不太用它開車 因為它的反應在怎麼樣 都沒有人 因為我們今天是要上長途 那可以讓你很輕鬆 你不會累 我在這邊還是汙汙一點 因為今天是拍影片的關係 而且是我一直盯在旁邊的 不然我不建議大家 以這種狀況去依賴它 所以我們今天在拍影片 所以我手還是都放在 隨時接手的狀態 那時候美國有這一套 美國跟歐洲 但是都還是初步軟體 緊急狀況 剛剛我第一次接管的這台車子 換高速公路 等於是下閘道的概念 我從外側第三個車道要切出去外面 那電腦它自己幫我做切換 但是後面有一台亂開車 突然跑出來了 那它也要下閘道 我都還沒看到那台車子衝出來 但是車子它自己就先幫我解數 它的鏡頭 它是鎖著我周邊所有的車子 它有什麼動向 它都會事先的去做一些預判 我覺得這超厲害 因為我剛剛還想說 幹嘛突然 減速變出來 面亂開車 它切了三個道要換到最右邊 而且距離都不夠 剛剛我們也做 手動接管的車子 要不然我會下不去 對 它不叫緊急煞車 它是緊急迴避 如果我們沒有迴避 那個人有可能就撞上來了 這趟私房間 心動了 我覺得這趟有點危險 今天跟胡老闆出來 美希太太跟先生 他們從舊金山下來 他是為家事 我猜這幾天之內 教練就會訂車了 老婆你覺得咧 訂啊 我修訂 我是問你 過起來 感覺怎麼樣 這就換我幾台了 因為我們做過YS 那今天開這台3 不到目前為止 我是很滿意的 等這趟旅程 我會進口 你再客製我自己 等回程自己開 我不在的時候 開完後 我決定再做個決定 都來美國了 花錢沒差啦 在賺嘛 有賺錢的動力 沒錯 花錢就是為了要賺更多錢 沒有啊 你買了YS 你再下來的系列就是什麼 帶拉拉隊出去 零百加速 看他們反應 搞不好就是你第一隻 百萬 我們剛剛 插熱充電走進來 上了一個洗手間 出來 我老婆買了一隻冰 現在已經尊飽了 已經充到說足夠 開到下一個地點 到80了 那我們剛充的時候 可能才30% 對 它充了40% 我們去上個洗手間出來 就充了40% 這還是算慢的 那我 如果再吃個飯 基本上它是一定滿的啊 我們現在充的這個 還不是最快的 我們在來的這個操縱站 是 最高速度是150KW 最快的是250KW 目前特斯拉 最高之前250KW 之後還會再增量 好吧 那就 體驗啦 反正這一趟旅程就先體驗看看 教練的胳膊不飽了 要去拉斯維加斯的路上 我們車子裡面顯示的溫度現在是 華視114度 來到這裡有一個著名大地標的就是這個超級大的溫度計 我知道104度就是攝氏的40度了 這都難受的啊 這溫度 你又穿了一身黑 人生的體驗嘛 在這種沙門看到這個高溫太陽 好 趕快躲進去 隔壁是XS Play的 你看這個空間插座在哪裡 欸 丟地上 超美品的 這樣真的不行啊 沒有公德心 什麼人都有 公德心非常重要 OK 我們繼續前往下一個旅程 GO 有一個人剛剛上了車 系了安全帶 結果忘記把他充填 真的 到底在幹嘛 哈囉 他車子沒辦法啟動 真的就是聰明 好啦 你的車來了 你的車來了 看到沒有 欸 我的車 喔 我的車了 哇 我幫我幫我帥 沒買Bread的 你就會說 欸 但是他這不是Bread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買Bread的 啊 先把他電了 先把他電了 你剛剛 你幫別人放回去 你都說你放 要把啊 你是駕駛啊 哈哈哈 跟我有什麼 我們現在已經 快要到達拉斯維加斯 但是 可以幫我找片藍的一個地方 我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地方 就幾顆彩色石頭 我真的搞不懂 來這裡幹嘛耶 環境給大家看一下 就這個地方 在沙漠 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這幾顆彩色石頭 他跟我說他要來這裡拍照 居然還有這麼多的 大家 要這樣喔 真的喔 不要取這裡種的啦 他在等我 我去幫他拍照 我們 繼續前往 達斯維加 我們進到房間了 這個是什麼 金字塔 我美國朋友好像都這樣 對啊 為什麼美國朋友都這樣子啊 到底 大家看一下這個view 這邊就是機場耶 我來到拉斯維加斯 這是我第一次來 我覺得 滿滿錢的味道 我覺得他給我第一印象是滿像澳門的 可是因為現在是天亮 所以每一個飯店他們的燈都還沒有亮 很期待晚上 那我們今天從洛杉磯開著特斯拉過來 我有幾個心得想跟大家分享 不要說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的心得 怎樣 你要去哪裡 你就一起啊 幹嘛 一起來 你這樣子 輔助自動駕駛 開車是真的不會疲勞 那再來是他的聰明的能力 像今天我們那個超車那個 後面那台車突然衝出來亂開那個 我肉眼都沒看到他的車子已經先判斷了 簡單講他就是幾個攝影機 鎖定你周遭的車子他們的動向 如果這個車子歪一點點 他就會判斷說 喔他可能要左轉 他就會做一些反應 特斯拉他好一點是 剛剛 吳老闆跟我分享 他使用一個最保守的方式來 駕車 至於 要不要買 再融合思考一下 哈哈哈哈 接下來答案了啦 要考慮啊 推坑組的 為什麼 直接買 說實話啦 很滿意啦 你是覺得 買啊 哪次不買 哈哈哈哈哈哈 只要你開車不要累 要不然我們這樣南北奔波 其實真的是蠻疲勞的 而且因為我又不會開車 我今天開來到這裡 四個多小時 那當然我們還要停 說到停 特斯拉他因為要充電的關係 就是你今天到哪裡 那還會是多少電 那中間需不需要充電 哪裡需要充電 這些東西他都把它計算在 他的那個電腦裡面 這我覺得是真的很聰明 那也很實用 那我知道現在手機有一些APP 他也是夠這樣功能 但是他就是沒有整合在車子裡面 我的首選或許會是特斯拉 我覺得車子這個東西 沒有好不好 只有適不適合自己 適不適合 像吳老闆他適合Model 3嘛 一夫一妻這樣子 有沒有養寵物 像我的話我有適附一妻 但我有養寵物 我可能還會有小朋友 那我的行李也是 空間省油 讓我比較不疲勞 還需要思考一下 那今天我們來到拉斯衛家斯 我們也開啟了一段旅程 我們計畫會拍攝鄧凱威的比賽 專訪鄧凱威 我們還會拍攝馬蹄灣 那然後呢 究竟他有沒有坐上直升機 你們就看後面的影片吧 真的不想坐啦 還是要去開超跑 開超跑有個問題 他是不是講的很錯 對 有一個教練嘛 他跟你的駕駛 教練講什麼我聽不懂 你不是說你因為我很強嗎 但我們找一個是有可以坐後座的 我拍你坐後面 嚇死你 拉斯衛家斯接下來的行程 我們還會去哪裡的話 請大家鎖定我們的影片 我們的IG 我的爆嫂的 吳老闆的 還有他的頻道 蘑菇老闆的頻道 也把他訂閱起來 他也是個Youtuber 只是他是個有錢的Youtuber 哈哈哈哈 下次見 掰掰 你剛跟我推根S是不是 沒有啊 我一直叫你說買Y哦 反正你就是叫我買車嘛 對 你手機翻過來 給我朋友看一下 新款Model 3啊 是不是要訂了 必須的啊 這個這個 沒有什麼好講的 就必須啊 有沒有看到 老闆等級就是這樣 老闆 我們想要坐你的新車 到時候來美國就讓你坐 但是一定是Cybertruck錢 啊你要不要買Cybertruck 會 這是金錢的力量 好我期待 做你的Cybertruck 做你的Model 3 行